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在德云社收徒的顺序 作为最早一批跟师父的徒弟 云字科可谓是见证了德云社从无到有 那云字科在德云社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呢 孔云龙在此之前就说过 一个云字顶15个赫字 云字科可谓是中间力量 作为德云大总管的罗云平 他除了师娘之外 那可是怼天怼地怼师父 就连郭德纲的儿徒他都照怼不误 在德云社的风向演出时 罗云平和烧饼就秒变颇富 在台上吵了起来 没有你这么 什么叫我缺德呀 哎我告诉你 什么叫我缺德呀 我这是知识了 要不然我早掐你了 我告诉你 什么叫我缺德呀 行行行行 不是还在刀块 就不怕这泼妇 行了行了行了 白手劲一挥 这泼妇的气质啊立马到位 连鱼圈啊都招架不住 其实啊云字科的相爱相杀 早已不是一两次 当烧饼用卵云瓶造具的时候 别说有多解气了 说有一天啊 这个卵云瓶 是咱们这的副总 然后赶上那师傅啊 这个过生日 喝了点酒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庆祝活动 就是他去呢 点鞭炮去 点着鞭炮呢 就把他就绷到天花吧 约云鹏进不去掉 立马甩锅 孔云龙现场发疯 让老两口害怕 约云鹏进不去掉 事情早就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毕竟啊 这是他致命的弱点 其实啊 在约云鹏成经之前 他一直都是唱主板书的 即使唱 他也是在打板之后唱起来的 而这次乐队 却没有按照他的习惯 在他没有开口的时候 就弹奏了起来 这台上硬气的样子 还真是符合了云子柯的习性 毕竟他和李健 李荣浩合作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 早已不是一次两次 或许这就是郭德纲 喊他蠢徒的原因吧 参加过八马罐的演员有很多 而孔云龙却是众多演员当中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 作为德云社元老级的人物 他的八马罐也被打破了以往的套路 把这个角色演的是唯妙唯笑 直接把他们都快给气疯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人家这大出现了 双 叹 叮住了 是不是 就是 马罐 你还缺徒弟吗 我倒给你了 这孔云龙表演的八马罐 能称得上是绝唱 当晚郭德纲也激动的发文表示 郭德尔终于轮到你了 云自科的师兄有多混账 烧饼直接把石墨举起来 郭德纲竟然还要跟陶阳抢瓷 云自科走得走闹得闹 到现在只剩下是13个人 在德云团宗录制时 众多师兄弟围绕着一个墨盘 不管是谁都转不动他 不管是一米八三的秦潇贤 还是一百多斤的月云鹏 都对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当烧饼出现的时候 除了用轻而易举之外 没有别的词语能来形容他了 还推什么呀 来换面子 换吧 这烧饼还真的是盲撞人实锤了 不管是谁看到他这个举动 都会感叹一下吧 除此之外 当张运雷和陶阳 在跟师傅唱戏的时候 直接就抬高了声调 这还是真教会了徒弟 饿死了师傅 兄弟俩齐心 真是把师傅给坑惨了 气得郭德纲直接说道 倒舱戏是每个京剧表演者 都需要精力的 也是人生中 不可避免的一次人生之旅 郭德纲的弦外之音 想必也是称赞 可陶阳并没有领情 反而在返场唱戏的时候 故意抬高声调 让站在旁边的郭德纲 连接都接不进去 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 这话一点都不假 纵观云子科众多师兄弟 又是联合起来欺负师傅 又得多让人心疼啊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呢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德哥今天应粉丝的要求 整理了下德云社 云子科现存的十三太保 这些位在德云社 拥有着无人能及的地位 也被大家称为 惹不起的云子科 有人陪伴着师傅 走过最难熬的岁月 有人凭借着关系 一步踏入云子科 老大张云雷 人称二爷 原来在张云雷之前 有大师兄 论百之时间和拜师时间 他都算不上是第一个 但是啊 无奈云子科命运多舛 留不住人啊 在2020年最新的家谱中 张云雷一跃成为 云子科大师兄 惹不起的原因 是怕他憋着碰瓷 大家都知道 他在南京南战一跳成名 现在走路才刚利索点 之前上哪去 都有专人搀扶着 或者轮椅推着 身边还有个三清园 小霸王养九郎 时刻保护着 谁敢没事去惹他呀 而且不单是云子科的师兄 关键是他有能耐 年少成名 很多师弟 都是听他的录音 学的太平歌词 当录音机里的人 站在现实中 别人只有钦佩 仰慕的份儿了 老二 鸾云平 德云社的总队长 演出部的副总 这两个名号一出来 师弟们瞬间得怂 关键人家 还是师父的爱徒 在德云社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负责安排师兄弟们的 所有演出 虽然自己从来不寻思舞弊 滥用职权 但是师兄弟们 对他还是怕得不行 自从团宗播出后 他可爱的小明 潘潘 被师父曝光 总队长的威严 就受到了一点点的挫败 此公叫鸾云平 本名叫鸾伯 小名叫潘潘 海宁哥说这个嘛 一点气势都没有了 也让大家看到了 原来整天霸气十足的总队长 到了师娘面前 立马变成小绵羊了 老三孔云龙 大家都叫他三哥 并不是因为 他在德云社排行老三 而是在家里第三 没想到多年过去 三哥竟然名副其实 曾经是师父力捧的对象 但是由于频繁的事故 让他的艺术之路备受阻碍 用郭德纲的话来形容孔云龙 就是结实 多次大难不死 竟然还出现过诗意 这样的偶像剧情节 师父对他的寄语就是 好好活着 每次介绍孔云龙 我都说我这盒的艺术特点就是结实 老四于云庭 别名是郭小宝 于谦老师家的大公子 06年出生的他 在德云社可以拥有众多师弟 半岁的时候 就被抱在怀里拜师郭德纲 当年排行老五 大名鼎鼎的德云社五哥 他就是大家所说的 赢在起跑线上 长大后的他 还没有出现在相声舞台上 但是小时候的种种事迹 让德哥记忆犹新 以后要是说相声 绝对不输师父和爸爸 毕竟从小就是个段子手 老五 你看这种巧克力 来来来来 我们唱了 我们要唱了 来来开始 唱完中的巧克力大作 好吗 来 杭州美景 来 安心啊 听我们唱了 安心啊 我们要唱了 快来 老五 朱云峰 这个名字乍听 很多人还真不知道 要是换成烧饼 大家都知道了吧 就是那个从小 就被郭德纲调侃 把狗吓一跳的孩子 现在已经成为 名震一方的角 虽然是个90后 但是为德云社 培养出了众多的新秀 如今很多能独当一面的师弟 都是从他的队伍里出来的 看着他爱护师弟的样子 很多人都忘记了 他也是个20多岁的孩子呀 老六 岳云鹏 德云社前两年最红的演员 从一个普通话都讲不好的服务员 一步步成为了德云一哥 包揽了专场商演 综艺电影 春晚 各种舞台 对师父师娘的恩情 涌迹于心 曾直言 要和德云社签个100年的合同 现在的知名度 跟师父不相上下 到哪个节目中 都是主咖 老七宁云翔 张文顺老爷子的外孙 临终前将他脱姑给了郭德纲 被师父空降云子科 力捧为德云四公子 但宁云翔本人 对于相声这个行业 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为了向老爷进校 曾在德云社 尽心学习过几年 但是在张先生去世后 他就退出了相声圈 过起了自己向往的生活 虽然退出德云社 家谱上依然有他的名字 老八李云杰 曾经在德云社八月风波时 要拿出自己家的拆迁房 给师父渡过难关 和弟弟李赫东 将瘫痪在床的母亲 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 郭德纲十分感动 称他为忠臣孝子 他的妻子是郭德纲甘闺女 据说是师父故意 想给他不一样的身份 所以选择收了他的妻子 做甘闺女 师父的甘儿子有好几个 但是甘女婿 他可是头一个 老九李云天 相声门李云天 评书门李锦奇 本名李根 每个名字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据说他拜师郭德纲 算是自将辈分 但是他对艺术是真的吃爱 快板在德云社数一数二 评书更是名列前茅 相声是少有的文梗演员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但也是三宝中的主力成员 老实陶云胜 著名的京剧神童陶阳 跟郭德纲一师一友 师父为了他创办麒麟巨社 相声舞台上也有他一席之地 比起唱功来无人能敌 尤其是车祸版的华山面 一开嗓把师父丢失的面子找了回来 从小的形态 包括一举一动都比郭麒麟更像师父的亲儿子 大实话唱得比郭德纲还郭德纲 从记得早年间留下了一句话 没有君子不养一人 昨日里汤风冒海的海北 今日里下江南 十一张云帆 原名张国帆 是侯耀文先生给起的名字 他的爸爸是广德楼系园的经理 郭德纲的亲师弟张继平 正是凭借这层关系 张云帆虽然没有开始学习相声 但是却占了云子科的名额 拜师时郭德纲还特意说过 他的一个云子科能换四个九字的 目前还在上学 除了拜师基本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 十二 于云田 于谦老师的小儿子 和哥哥一样赢在旗袍线上 要不是在家谱上出现了他 大家都不知道于老师有了二胎 一三年出生的他 目前是德云社最小的演员 但是年纪再大的贺字 九字 萧字都是他的师弟 目前还没有出现在德云社的舞台上 但是从流露出来的视频 发现和哥哥于思洋长得一模一样 小小年纪本是了得 于谦前两天发微博公布了 他获得马术比赛第四名的好消息 这也是二公子第一次正式露面 十三 赵云霞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云子科第一人 当年在云子科徒弟中排行第六 原本是大好的前途 却好高勿远 选择三进三出的德云社 前一天还在师父面前 诅咒发誓与德云社共存亡 没几天就跑到曹某的听云轩去了 最后感觉前途渺茫 赚不到钱 就哭着求着又回来了 摘字查看三年后 又重登德云社的家谱 但是只能排在云子科的末尾 现在郭德纲收徒已经收到龙子科了 大家曾经调侃过云子科不可能再进新人 除非与老师生个三台 大家对于云子科的师兄们都认识了吗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有人说郭德纲既恶如仇 牙字必报 也有人说得理不饶人 有仇必报 但是在徒弟们心中 师父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最温暖的港湾 外界都曾评价郭德纲 十分互犊子 德哥想说的是 这不是谣言 而是事实 在相声有心人第六期的晋级赛中 明明是孟赫棠和搭档周九良的表演 更胜一筹 却没想到 和孟赫棠一组的对手 张博新 自称和郭德纲同辈 仗着资历叫板孟赫棠 表示不愿和差一辈的孟赫棠竞争 并阻止投票 扬言我们让了 这一举动令全场哗然 纪组当时问我的时候啊 说孟赫棠是谁 我不瞒您说 我说我不知道 国立老师您也说了 你不服大家去批 拿出你们能力去批 我是这么想的 若您说您打小也学 我打小也学 我不能拿我三岁学的单衔 筷板尾捧根的现在 我已经这么些年补斗根了 我跟孩子去批 说不过去 我们让了 听到这话的孟赫棠 那眼泪都快溜下来了 甚至还有网友说呀 这张博新一句话 让孟赫棠十年的努力 都白费了 有网友说 张博新之所以在赛后这么做 应该就是怕自己输了 面子上挂不住 他是和郭德纲一个备份的 要是输给了老郭的徒弟 肯定没面子 所以说了那句高风亮节的话 我们让了 就在两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作为评委的郭德纲 在台上客气公正 和另一位评委张国立商量后 坚持投票 为徒弟争取名誉 结果不出所料 爱图孟赫棠票数领先 成功晋级 一看自己能晋级就留下 不能晋级就退赛 还说出如此没有道理的话 多少有点让人厌恶 此时的郭德纲也不再跟他客套 当场直言 此风不可掌揚 一个选手既然来参赛了 我觉得你就要遵守这个规则 人可有事不可强求 但此风不可掌揚 我一看自己的状态 我能晋级我就留下 我不能晋级我就退赛 那就不想话了 是吧 话中之意 大家都明白 自己的徒弟自己护着 不能让别人的三言两语欺负了 烧饼 在参加追光吧哥哥时 就一直备受争议 因为他在长相上是吃亏的 只能靠自己的不懈努力 结果没过多久 就因为票数被禁演了 按照规定 禁演的哥哥只能在走廊睡觉 这可把烧饼委屈坏了 睡下的时候 还不忘记扬言 你们想着怎么给我师傅解释吧 没过几天 烧饼就回家找师傅 告状了 一听到孩子说没时间睡觉 立马就不开心了 当得知徒弟还睡走廊的时候 坐不住了 凡是我们参加的节目 最终解释权都是归我师傅所有 说完调侃烧饼是第一个出去给德云社丢人的 但是互独子的性格教他怎么硬刚节目组 并且劝他不要去了 自己给他建个舞团 在家跳 虽然这些玩笑的成本居多 但是心疼烧饼可是实打实的 也难怪烧饼愿意参加这个本身并不适合他的节目 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挣钱给师傅买莽 顾德纲爱惜徒弟 烧饼心系师傅 师傅的感情都是双向的 在欢乐喜剧人时 烧饼用您是我的一道光这个作品 来感谢师傅多年来的恩情 同样是哭泣 烧饼和孟赫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猛难哭泣 一个梨花带雨 当时烧饼的几张图在网上传播丑 顾德纲可看不下去 儿徒受此委屈 摘了三张烧饼并不是那么寒碳的照片 说道 饼儿最美 不接受反驳 阮云平都看不下去了 回应道 您有点过于糊涂了 对此烧饼可不会坦然接受 回对说 最糊的就是你 要不然你还能去拍戏 同样是儿徒的张云雷 顾德纲更是糊到骨子里 2016年8月 张云雷在演出结束后 和朋友喝了不少酒 但是有个德纲社的演员李欧 要离开南京去别的城市 结果却把行李忘带了 让醉酒的张云雷给他送去 结果在二楼的送客平台 准备回去时有点晕了 跨过两道栏杆之后 他还以为有第三道 结果不小心失足就掉了下去 作为好友兼同事的理由 不但没有在第一时间打救援电话 反而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误导大家说 张云雷是想不开跳下去了 他也不知道是情感问题 还是工作问题 还是路人报的警 才能够让他得以幸存 他的无中生有 给张云雷也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彻底爆料了他的人品 郭德纲对于这样的人 肯定是不会再要了 从那之后 李欧这个人彻底没有出现在德云社的舞台 我们不论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凭伤害了张云雷 郭德纲都不会容忍他 还记得2010年著名的八月风波事件吗 还因为李赫彪全打四创民宅记者这个导火线 让郭德纲陷入泥潭 差点无法翻身 德云社也被迫停业整顿 如果放在别的公司里 李赫彪可能会成为挡箭牌 被牺牲掉 毕竟把他推出去 就能让公司的运营快速恢复 并且还能将一切的罪名让他背了 但是郭德纲并没有让他来挡枪 反而多次在公开场合 维护李赫彪 将他保护起来 并且为了他得罪了整个媒体界 全国的记者都来讨伐他 但是他依然保护着他的徒弟 后来在《恢复德云社》演出之后 郭德纲也并没有血藏他 反而给足了他资源来力捧他 并且还为他举办了个人专场 其实说实话 李赫彪在相声上的天赋很一般 甚至都没有这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原来只是一个开饭店的厨子 因为喜欢相声 就撇家舍业的到北京拜郭德纲为师 当时在德云社根本没什么知名度 就算他离开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 但是郭德纲的讲法却是 他是我的徒弟 我就要护着 不能说为了利益而将他抛下 有这样的师父在 徒弟怎么能不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呢 德云社能有如今的百花齐放 都是他该得的 大家对于郭德纲互独子 怎么看呢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叫什么呀 小姐姐 哦 小姐姐 对了 那个姑娘说得对 小姐姐 走到大街上 小姐姐 小姐姐 嗯 小姐姐 哦 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对 那又不好看的呢 不好看的 那就是王姐 赵姐 李姐 哦 把信带出来 对了 哦 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啊 但是还可以 是 佟丽雅姐姐 哦 哇 他是一个出生在河南农村的相声演员 他是父母在五个女儿之后迎来的第一个男孩 他是因为交不起六十八元的学费 就辍学的初中学生 他是十四岁 就开始和姐姐踏上了北漂道路的年轻小伙儿 他是经历了众多苦难 才走上娱乐圈顶端的明星 这个人就是岳云鹏 岳云鹏制霸喜剧界也有一段日子了 他的段子 他的表情包都成为了许多人欢乐的源泉 如今呢 参加极限挑战 事业上迎来了新一轮的巅峰 这些年他不仅在相声界混得风生水起 影视圈和综艺圈也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搞笑能力已经到了 只要出现站在那儿 就算安安静静不说话 也能够让大家感到莫名的想笑 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满脸 都是憨厚的男演员 如今事业上的成就算得上是红的发紫了 很多人都看到了他台上的风光 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成名前的岳云鹏有多艰难 早年经历 到了北京后 岳云鹏干过服务员 保安 帮厨 还学过电焊 扫过厕所 虽然很勤奋 但是运气好像一直不怎么样 单单开厨就经历过三次 第三份工作被辞退 这是岳云鹏心里永远的痛 在2002年10月的一天 由于顾客太多 岳云鹏不小心把五桌点了两瓶酒 寄到了三桌的账上 结账时三桌的客人死活不买单 还将岳云鹏足足地各种侮辱三个小时 岳云鹏什么好话都说了 可是顾客就是不依不饶 最后岳云鹏帮他们掏了352元饭钱 才解决此事 结果老板为了杀鸡尽猴 直接将他开除了 直到2015年春节过后采访时 提到这件事 岳云鹏表示还是不能原谅那些顾客 可见他们当时对岳云鹏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啤酒写错了包三包五写错了 人家服务员就不愿意了 我说我给您打一折 不行 骂我 各种侮辱我 不行 我说你给您打一个五折 不行 我给您免单352块钱我套了 就为了那几块钱的啤酒 六块钱两瓶啤酒 六块钱 各种侮辱我 你不想到这些事的时候 心里浮现出来的事 我还是恨他 被伤害是气氛 我还是恨他 真的 你把他写进入相声 没有 为什么不敢 我不敢想 我不想回忆这个 人生转折点 2003年 岳云鹏在一家金卫炸酱面馆 做起了服务员 岳云鹏格外珍惜这份工作 他和另一个伙计孔云龙 一起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偶然的机会 一位老顾客发现他俩嗓门不错 表情丰富 就推荐他们跟郭德纲学相声 那时郭德纲也是刚成立德云社 没多久 没什么名气 起初 岳云鹏连相声是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餐馆一个月一千块钱 小日子过得也稳当 奈何这位老大爷三番五次来劝说 最终岳云鹏想 学个手艺也行 给家里的父母打了个电话 父母也支持 学相声之前呢 有一段熏的经历 就是你先得进场去听 听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2004年3月 岳云鹏辞掉面馆 一千多一个月的稳定工作 去德云社后台 打砸扫地 包吃住 再给五十块钱的生活补助 从此岳云鹏开始发愤图强 学艺经历 他基础差 别人被几遍几十遍相声灌口 自己再加二十遍 因为口音问题 大冬天拿着报纸 在门外大声浪读 苦练一年后 岳云鹏首次在茶馆剧场登台 由于太紧张 三分钟就把自己整蒙了 就被观众轰了下去 岳云鹏就又回去扫了半年地 后台的人都建议郭德纲 让他走吧 说他不是干这个的料 最后还是郭德纲拍板说 就算这孩子扫一辈子的地 擦一辈子桌子 我认了 也正是郭德纲这个决定 让大家才能认识 现在的岳云鹏 终于在2006年 岳云鹏第一次在台上 将观众逗乐了 从此岳云鹏更自信了 为观众带来了 卖吊票 五环之歌 车在囧途 黄鹤楼等 许多精彩的表演 事业不如正轨 2014年2015年 岳云鹏先后两次 登上春晚的舞台 以作品扰明了您 我忍不了 获得亿万观众的喜爱 2016年他参加了 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 以超幽默的相声 摘得了第二季的冠军 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也证明了 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 多年来热度不仅没有降低 事业反而多面开花 不仅相声事业平稳上升 而且成为娱乐圈里 炙手可热 响当当的明星 相声 电视剧 电影 综艺 真人秀 都有他的足迹 靠着天生的综艺喜感 混得是风生水起 还被大家称为 是德云社真正的德云一哥 郭德纲曾说过 岳云鹏现在这个岁数 在中国相声界 说相声的谁还红得过他 从最终被认定为 没有一丝一毫 靠相声吃饭的天分 到如今的大红大紫 岳云鹏走过的成名之路 和很多人截然不同 是幸运的 德云社有这么一个人 他既不是德云元老 也不是郭德纲的儿子 但是却拥有一手遮天的权利 并且做起来铁面无私 关系再好 说发你钱 绝不手软 你本事再大呀 不服安排照样不搭理你 权力很高 从来不以权谋私 师父很宠 依然能坚持本心 这个人就是总队长 鸾云平 今天德哥就和大家聊一聊 鸾云平为什么拥有如此大的权力 让德云社的众多师兄弟们 对他又近又怕 位列副总有管理才能 鸾云平是一队队长 同时也是德云社的总队长 今年更是新提了副总 您能不能把他们都管了 今儿刚提的副总 平时除了小剧场演出 还要负责各队演员的演出工作 凡是涉及到演出或者商演的事宜 都是他来安排 谁能去 谁不能去 具体谁演哪一场 都是他来安排的 各位小军 谁要是享有商演 首先就得先入了鸾队的法言 因此 熟悉德云社的小伙伴们 都会给他加了个前缀 称他为一手遮天鸾云平 对于演员而讲 演出机会的多少 不但决定了收入 还有可能影响到演艺生涯的走向 按照郭德纲在节目中的调侃 鸾云平的这个位置 就相当于是影视剧后台的统筹 在如今的后台 祝得我们行话叫号活 演艺圈呢 这叫统筹 这四家剧场 加上商演一百多演员 谁演什么 谁在哪 谁接谁 谁盯哪个 都是他一支笔来决定 得得多人 得人得哥了 所以这个职位 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其一 想把这件事做好 必须对所有演员的业务水平 了如指掌 知道什么样的演员 适合什么类型演出 其二 是必须保证一碗水端平 要不然势必会影响 整个德云社的内部稳定 鸾云平这么多年 能够合理地处理 德云社400多人的演出安排 能够做到让郭德纲放心 可见管理才能是没得说 专业能力强 不难服众 鸾云平虽然痴迷相声 但说相声算是半路出家 在大学毕业后 因为工作的时间和郭德纲 演出的时间冲突 领导不准嫁 他直接选择辞职走人 后来就参加面试 直接进入德云社工作 虽然没有专业的学过 但他的资质非常好 据说学习了七天 就能够登台演出了 这种情况在整个德云社都鲜有 他虽然是捧跟 但对于相声表演也有自己的风格 传统又不保守 沉稳大方还不抢风头 在团宗德云斗笑社中 鸾队就说过 对于相声的追求 就是听不到捧跟的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斗根身上 斗根和捧跟的时候 你捧跟的不能太往明星上走 你整个相声就会被毁了 你从你这个捧跟的心 就不要有往明星的想法去 都一定要所有 包括表情服装 都一定要辅佐斗根的演员 说一场好的相声 我认可特别对 他刚才有一句话你听到了吗 如果捧跟的有这个心态的话 他就不会站在这捧跟的 尤其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让观众无法意识到 他的优秀 斗根演员会更出彩点 当师兄弟对他心服 就连师父都夸 鸾云平就是实力强 毕竟能给有着总教席之称 还是师叔的高峰捧跟 那业务能力必须杠杠的 聪明通透 不目浮华 工作上鸾云平是个 情商极高的领导 严明耿直 树立威严 私下里与师兄弟们 关系非常好 既关爱鼓励 又嬉笑怒怼 你要演这种节目 就跟你之前 那个小剧场那样的节目 这味就不一样 而且你要这个节目 就要的 看的就是你这基本功 嗯 对 就是俩人这个配合劲 得咬着起来 就跟那个 这锯尘似的 你得一个咬一个 一个咬一个 他才不磕吧 他虽然手握大拳 却从不寻思 作为总队长 不但商演屈指可数 而且啊 从来不安排自己 参加各种综艺比赛 提升知名度 所有的机会 都会尽量留给其他师兄弟们 甚至还非常大气地 为参赛的师兄弟 助演甘当绿叶 默默地为德云社碰局 年纪轻轻 把名利看得非常通透 当初有人说 来得早 拜师比他晚的岳云棚火了 而业务扎实的鸾云平 却岌岌无名 对这件事 鸾云平看得很淡然 他直言外地的师兄弟们 只每月的演出费交房租呢 我是北京孩子 家里有房 不用租房子 我不跟他们争 这样的总队长 师兄弟们 怎能不服 耿直公正 不怕得罪人 鸾云平 耿直的性格 也是大家都 敬重他的一个原因 既不会寻思 和他关系好的人 也不怕比他位置高 名望大的人 采访中被问到 总队长的权力 他直言 所有的队长 没有没挨过他罚款的 交情归交情 工作归工作 私下里的关系再好 也阻止不了 平时遇到什么看不惯的事 从来都是直言不讳 被粉丝们称为 鸾怼怼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曹金和德云社 闹翻的那件事 当时曹金已经不常驻 德云社了 只是偶尔有时间 会过去演一场 但有一次 他没打招呼直接过去了 鸾云平按规矩办事 不让他演 曹金就把郭德纲 搬出来说事 我师父说了 小剧场我随意推门出来演 但是鸾云平却说 演出表都是提前订好的 如果他演了 那就得让已经安排好的人 给他让位 在小剧场的人 都是一些不出名的人 有可能这一次的演出机会 都很难得 这次错过了 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当时曹金在德云社的地位 就是一哥 鸾云平根本不管这些 直接正面刚 所以人家退出后 大骂鸾云平故意治他 也就是由于他这个性情 备受师父信任 才把德云社的权利 放到他手里 因为郭德纲曾公开表示过 就算徒弟们都走了 鸾云平也不会离开 师父信任爱徒撑腰 这个待会你要走的时候 我门口那有水果 你一会走的时候 你看无论是什么 你拿点走 你就算替我分用解愁了 我从您家走 我就没空着手走 那是贼不走空 人家都是大包小包往家送 永远都是 慎重师娘给我打电话 哎呀 你想家人拉东西来了 您是真骗我 我也知道 郭德纲毫不掩饰 他对鸾云平的喜爱 每次的大型演出 必有高峰和鸾云平 而且两人上场排位 仅次于郭德纲 余谦两人 这就是岳云鹏火了这么多年 依旧倒三的原因 他们的商言少 郭德纲就在自己演出的时候 带着他 在修家谱时 鸾云平由郭德纲亲自点将 主持修谱的所有事情 甚至在各种的公开场合 向全国观众 官宣其爱徒的名分 所有徒弟中的独一份啊 因为郭德纲深知徒弟工作的不易 有意为他树立威望 对于鸾云平的一些决定 郭德纲也是表示力挺 因为鸾云平的称号 有可爱的粉丝 给他送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了一句 奉旨怼人 鸾云平在收到这一面锦旗后 也是很可爱地询问了师傅 郭德纲直接回复 不怼何为 从此鸾云平怼人的名号 算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还亲自为他提字 天下万怼 前不久 秦潇贤 孙九湘 上九溪 何九华 这两对搭档拆队的时候 师傅也是亲自转发微博 力挺爱徒 不得不说 师傅这识人的眼光 和用人的智慧 真是令人福气呀 现在各位小伙伴们 知道鸾云平 为啥在德云社 有这么大权利了吧 大家还想知道 德云社的哪些故事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九队队长公布后 大家悬着的心 终于放假了 大师哥终于给自己 一份满意的答卷 济南德云社 计划在今年年底竣工 但是十队队长的人选 又引起了好奇心 根据风香和孔云龙的透露 疯狗张九南 是目前的唯一候选人 并且命中的可能性非常大 就着这个话题 德哥就来聊聊 张九南是否有望成功 大家都知道 德云社捧人的风向标 是八马罐 这是张九南做梦 都在盼望的事情 但是因为自从孔三爷 一战风神后 他彻底绝望了 郭德纲宣布 自此八马罐 风香 主要是内容太过火爆 没给师兄弟留活路 以往的节奏是 一个穿马罐的圆晃人 一个劲的要退出 一个说话云山雾罩的撒谎人 开始阻拦 还有一个刨根问底的中间人 疯狂的挑事 三个人着三不着四的 造就了一出提窍皆非的故事 圆晃的大纲也是固定的 比如 井被大风刮到墙外边 大白马掉茶碗里咽死了 德约社又在这基础上 加了海水有点甜 没大拇指带十个戒指 孙岳媳妇是变姓人 王大爷变剑池虎等等 万万没想到 孔云龙一出场 直接推翻了所有人 直接拿自己亲身经历 做包袱进行杂贯 开场就开始高能预警了 调侃德约社 开箱没几天 就得封箱 称赞郭麒麟 岳云鹏 阮云瓶 试外 自己没法比 接着强调自己是云字的 值钱 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太熟悉了 德云社云字的 那是值钱 一个云字 朋友们我不夸张 一个云字 盯十五个赫字 他说的是市场价 帐头还真细致 那是 三十二个九字 七十八个肖字 一百二十七个龙字 让郭德纲捧他 因为他不但是云字 还占了龙字 身体结实 这是曾经郭德纲对他的评价 因为他身上的故事 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呀 宁童水下楼 摔断腿 吃宵夜跟专业拳击队打架 开摩托车上路 撞了下力 直接把下力车撞爆肺了 自行车 追尾大巴车 把鼻梁鼓撞断了 于是 他就拿这些事情 出来砸罐 高潮一个接一个 完全把现场气氛 给热了起来 更绝的一点 就是圆晃阶段 他直接别开生面的 把于谦的活全给刨了 让主被动关系颠倒了过来 结束后 于谦说了这么一句话 有了孔云龙这个版本 德云社的八马罐 可以告一段落了 事实就是如此 经典段子全被孔云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孔云龙的先例 让他不敢想了 郭德纲也注意到了 优秀的张久南 于是 就有了今年风香的老两口 节目单刚公布的时候 张久南和郭德纲 于谦合作的翻四辈 但是在节目开始后 临时改了 今天我师傅 跟于大爷呢 也破例 带领一个德云社的编外人员 表演一段 寻口相声 对 老两口 伙演者张建宇 郭德纲 于谦 见了八艘的张建宇 面对师傅 还是有点紧张的 为了不让自己紧张 竟然要师傅下去 把九成换上来 九成没想到 人在后台坐 好处天上来 直接被师傅封了个副总 师傅 要不你俩走吧 我把九成换上来 我自己说 我也不紧张 九成已经是副总了 不过 郭德纲和于谦 也是一点没对他客气 师傅 要不我走吧 走吧 你也没穿着马褂 我在乎你这个 已进入正活 他可是又放飞自我了 张建宇这个名字 一点都不亏 为了讨好师傅 直接拿于大娘杂褂 一句死鬼 可是说到了师傅的心坎上 这样的徒弟 他也知道疼人了 昨儿我上于谦于老师家去了 一打门呐 千扫打里边出来了 一看我来了 赶忙招呼我 死鬼 这是当年师傅的包袱 师傅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袱 师傅 说完于大娘 也不放过于老师的父亲 把郭德纲之前的包袱 都拿出来重温了一下 于老师的父亲 因为犯了一些错误 被关进去判了二十年 后来因为表现好呢 提前减刑释放 于老师问 提前多长时间释放啊 师傅说 提前半天释放 于老师说 我要是我爸 我就把这半天坐满了 我再出去 果然 相声的舞台上 离不开于氏家族的人 如此大胆 难怪于老师之前 接他上巴 就是您二位 不愿意跟我演爸马官 哎 为什么呀 是吗 就 其实不用说 我都干 你跟他说了 没有 我不跟德云社以外的人 就凭他张九男这张嘴 肯定也没放过郭德纲啊 求师傅的时候 竟然还爆料 他有一个师娘不知道的手机 里面有二十多个抖音小号 这个胆子 儿徒都不敢这么说 当然 绕了十八圈 又回到了八马罐上 吐槽师哥孔云龙 不给师弟留退路 不走寻常路 孔云龙一下 把我们十个谎都杀了呀 您说这有这么当师哥的吗 师傅 这个作品已经去世了 对 这是不给师弟留后路啊 您说他这么撒谎 他杀完了我拉手 他不是 重说 他杀完了我上哪杀 为了让师傅弥补自己 张九男想了一个完美的办法 张九龙当了九队的队长 但是十队的队长还缺人 想让师傅把这个机会给他 果然是个小机灵鬼 虽说八马罐没成啊 但是和师傅群口的机会有了 还得了个队长 怎么看都是赚的 我也不是我毕竟是一晚辈嘛 我也不能说管您要什么 您稍就稍微 就是弥补我一些行不行 您打算干什么 就是不是 昨天不是宣布九龄天津 他就是九队队长了吗 是的 是的 然后这个咱们明年的济南德云社 不也开了吗 然后那天 然后那天我听您在家 他跟师娘念叨来着 说人不够 可能到时候还得开十队 我想盯着以后 那个等着那个山东那个 那济南 十队队长 行那等着吧 等着吧 想不想当 想师傅 想吧 这里虽然是在开玩笑 但在一次直播的时候 孔云龙剧透了 没有明明白白的说是谁 只提了六队的演员 大家都是聪明人 点到为止 都知道说的是谁 那个济南德要在一看 也肯定还有十队了 嗯 这个十队的队长是谁呀 三哥 十队队长是那个 就是六队里边那个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呀 他 他确实应该 好 可以 还逗了 还来与合脱 还逗了 张九龄的崛起 代表了整个头九的崛起 张九南 如果真的成为十队的领头人 应该是够格的 在节目最后 他给师傅展示的 四合一罐口衔接 基本功之扎实 让人目瞪口呆 尤打里面 划出来四十八只采连船 每条船上 各装兵四名 水手四名 尤打当中 撑出一只虎头舟 全手战利人 此人 手中拿着百诗样兵器 每样兵器 都在兵器土上 有所书写 首先说有 弹刀 快刀 鬼头刀 长兵短刃刀 青冬燕月刀 崩通 护散刀 三剑两刃刀 自武鸳鸯刀 金川士可刀 雀刃突背刀 云林紫禁刀 雀刀 雀刀 雀耳刀 虚刀 鸡刀 梅真刀 玉林大刀 青青刀 黑石打刀 三头刀 雅饼刀刀 闪鱼刀刀 几辆还饼刀 尸子还尝刀刀 龙欢饼刀 龙雀 大传刀 此人拿着百诗样兵器 要走遍大半个中国 都有哪里 就从这儿走 出了北斩 问西边 他要先出德胜门 没有字幕 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一点卡壳都没有 郭德纲的几声搭茬 都在跟节上 师傅老两口 当众检查了作业 从师傅的笑容 能看得出来 很满意 张九南站起来的时候 到了 大家怎么看待呢 是否期待下一个张队长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 再见 后来孩子们结婚 其实我不爱去 但是烧饼结婚 我去了 家里长大 跟儿子一样 唯独他们俩结婚那天 我是非常感动 就差点没哭出来 2017年11月17日 烧饼官宣了自己 领证的喜讯 郭德纲立马转发并表示 我的饼儿长大了 可是在此之前 徒弟举办婚礼 郭德纲却无动于衷 同样都是徒弟 为何差别对待呢 德云社能有今天的成就 这离不开郭德纲的管理 郭德纲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案 除了云自科是自己亲自授克之外 其他科都是由高峰指导 所以云自科的徒弟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郭德纲 最疼爱的人 当烧饼结婚时 郭德纲不仅亲自到场组合 还自掏腰包 给他办酒席 亲力亲为的样子 像极了自己的父亲 2018年10月19日 是烧饼朱云峰结婚的日子 在这天 郭德纲不仅特地去了现场 还专门为他送上了祝福 愿天下有情人忠诚眷属 是前生造定之末 错过姻缘 百年好喝 好好过日子 好人左右 除了师父的祝福之外 鱼签也为他送上了一大红包 而烧饼对师父的举动 感动得热泪盈晃 可当其他徒弟结婚 他为何连去都不去呢 郭德纲为何只去烧饼的婚礼 难道一碗水都端不平吗 在烧饼结婚的时候 郭德纲非常异心 可到了其他徒弟结婚时 却一个天一个地 在德文社赐了名 就算正式败师了 他一个人面对众多子弟 很难做到圆人平等 不光是烧饼结婚的时候 师父承包了所有的费用 就连约云鹏结婚 他也做得好 我结婚给钱 然后装修各方面都我收不到 我也是为他们好 孩子们都问不愿意他们好 这也差不多了 该结婚了吧 或者怎么样了 当时的月云鹏 还没有过上众星捧月的日子 不仅没多少收入 甚至连结婚的钱都出不起 可当时的郭德纲二话没说 不仅给他买房装修 甚至连钱都给出了 其实郭德纲不去参加徒弟婚礼 也是情有可原 如果郭德纲去参加婚礼了 他就会把其他人的注意力 都给争了过去 让新人反而成了陪衬 而烧饼他们这些人呢 是因为从小当儿子一样养大的 所以他才去 作为师父他肯定会给属于自己的那份份子钱 只不过没有像烧饼这样 大张旗鼓的宣扬罢了 所以无论郭德纲去没去参加徒弟的婚礼 这都是说得过去的 郭德纲睡懒觉 耽误徒弟婚礼 甚至还说谁大早餐起来 德纲社的演出时间一般为下午和晚间 所以郭德纲也有了一个睡懒觉的习惯 面对师父的睡懒觉 弟子们都知道师父脾气不好 所以从没有人敢打扰过 就连自己的亲儿子 也不管催郭德纲起床 不管是谁喊他 他都不起 就连录制节目都喊不醒他 当自己的徒弟结婚的时候 竟因为睡觉 竟然不去了 其实郭德纲对徒弟基本上都是一视同仁 他也不仅仅是随理这么简单 比如在之前何云伟结婚的时候 郭德纲就帮忙操办婚礼 还担起了主持人证婚人的重担 甚至还为他出了几万块钱 师娘也亲自为他缝被子 尽管两人后来要闹离婚 郭德纲就和王慧也尽力挽留 在众多迹象表明 郭德纲对待弟子都是极好的 徒民社400多位徒弟 不可能每位都去 不去现场都能够理解的 毕竟郭德纲怎么对待自己的弟子 他的心里可是最清楚的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呢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郭德纲会演识人 被抢回家的京剧神童 享受着德云太子爷的待遇 却不知他的生活比想象中更艰难 提起陶阳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神童 无师自通对京剧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 用京剧内行的话说他 他开嗓一唱身上便有台风和感觉 小小年纪就有超同龄人的成熟与稳重 可每当郭德纲想起他的时候 总会感叹一番 他没有不懂的 因为他幼年经历的坎坷 是多少人一辈子都活不过来的 郭德纲说的 这便是之前他和王福忠的事情 尽管他带领陶阳拿了无数大奖 但他最终的目的就是用来赚钱 毕竟陶阳变王陶阳 这不管是谁都不能接受的 于是这就有了想陶阳事件 陶阳是难得的人才 用郭德纲的话来说就是赢 陶阳是大伙都知道 京剧神童 那些年红遍全中国了都知道 我认识他是就这么大 唱戏也说相 其实他80%靠的是零气 纯努力不管用 他就是这人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他就是这个 他是江西人 当时我说过这么句话 我说江西啊 一时风水都在这孩子一时身上 可尽管如此 当回家之后的陶阳 在找起老师时 不料根本没有人愿意收他为徒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怕倒舱之后 砸了自己的招牌 毕竟神童实在是太多了 但没有一个却能成全 就在小陶阳父母接近绝望时 郭德纲的出现 让他们重回信心 有一个著名的京剧员一时家在郭德纲里听说过吗 听说过 小伙说下话了 我现在坐着我就能看见郭老师 真的 真的假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坐在我的边上 郭德纲收陶阳 遭京剧界懦批 他的良苦用心 谁能明白呢 2009年 陶阳正式败在了郭德纲的门下 11岁的陶阳被刺名陶云胜 提起当年郭德纲收他为徒 遭到了不少的骂声 又当他开始学相声的时候 反对的声音更大 甚至还说 把京剧神童还给我们 很显然 西米并不懂他的良苦用心 而郭德纲当时也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所有反对的声音就此消停 那就是 如果陶阳导舱七不能唱京剧 你们有人管吗 刚一说相声学相声的时候 这个网上铺天盖地的 骂街的声音 都是西米 你们毁了我们的京剧神童 你们不要让他学相声 要把他还给我们 我心里说 你们是贪图一时的快乐 没有为孩子日后着想 果不欣然 没有几年 撒个早 很显然 导舱七是学京剧人士的大敌 陶阳在经历 导舱的时候嗓子变得干涩沙哑 没有之前那么响亮 但好在 郭德纲的细心呵护下 陶阳顺利度过 郭德纲 桃花引来 小黄蜂 好一个东西 女儿花容 这家人 好比那油丸洋梦 只可惜月下老 他未给拴红生 只可惜月下老 未给拴红生 郭德纲 郭德纲为了防患于魏然 才教他说相声 显然 郭德纲的做法是正确的 而为了这个儿子 郭德纲也不惜花重金 为他创办 麒麟巨社 月亏80万 也要为其开办剧场 只为陶阳 能有一个唱戏的地方 京剧曾最辉煌的时候 相当于现在的流行音乐 但现在曲艺萧条 是不争的事实 2016年8月18日 德纲社的麒麟巨场开业了 这是郭德纲 送给陶阳的礼物 只不过这份礼物太沉重了 京剧行业的萧条 让他演艺场 就要亏掉两万块 短短一个月 就要亏掉八十多万 就在这时 众多徒弟纷纷来到他的身边 心急如焚的对郭德纲说 我们说相声这么挣钱 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说剧场 赶紧关了吧 亏损实在是太严重了 可即使是这样 郭德纲去一直坚定 非要给陶阳 有一个唱戏的地方 显然 郭德纲的做法又一次被证实 在经历过赔钱关门之后 停演七个多月的麒麟剧社 重新开张 而陶阳 也在麒麟剧社里 如鱼得水一番 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也实现了收支平衡的状态 这不仅是郭德纲想看到的 也是整个京剧界想看到的 而陶阳也在自己的努力下 没有枉费当年的那句京剧神童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他是郭德纲人生中收的第一个徒弟 云子科名副其实的大师兄 多年漂泊 终于师徒团聚 却在德云社最辉煌 师傅力捧他的时候 选择主动摘字退社 这个人就是号称唯琐派相声演员 严云达 今天德哥就聊一聊他拜师 以及火速退出的幕后故事 严云达本名严宗海 1994年 21岁的郭德纲 还是个岌岌无名的穷小子 当时他还在天津 到处串戏混饭吃 有段时间 认识了一位唱花脸的朋友 跟严云达的父亲是好友 他就向郭德纲 推荐说有一孩子喜欢相声 想让他帮忙搭个馅学 于是在严家吃饭的时候 十来岁的严云达 当场就给郭德纲磕了仨头 两人的师徒关系正式确立下来 收了好些徒弟 但是所有徒弟里边 第一个拜我的就是他 那叫大师哥 这是我的开门大弟子 他负责开门的 1994年 我在天津 也没地说相去 因为那个年头说相实在的不挣钱 搭班唱戏 在唱戏的那个班里边 有一个人是唱花脸的 跟他的父亲是朋友 介绍了他拜我为师 就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 那会儿他才十几岁 这么一小孩 正经的跪在地上 磕了仨头管我叫师父 这是1994年 有仪式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郭德纲对严云达的感情 还是非常深的 因为当时他不同于今天的地位 只是一位民间怀才不遇 一穷二白的青年 但是却有个愿意跟着自己学艺 敬佩自己的孩子 一口一个师父叫着 这是何等欣慰 之后郭德纲为了生计 离开天津 到北京发展 终于闯出名堂后 就想回去找这个 微末时收下的小徒弟 无奈 这孩子到北京来 又找到后台 这才见着我 本名叫严宗海 小名叫亮亮 一名严云达 尽管师父才带了他一年多 但是当年送给他的大罐 却一直保存着 又从天津带来了北京 郭德纲心里感慨万千 勾起了一阵阵回忆 直言 这是个有心的孩子 了解到他这些年的处境后 郭德纲将他收入德云社 并且在2011年 让他补办了拜师仪式 正式成为了云子科大师兄 同时也是整个德云社 徒弟中的大师兄 在起一名的时候 因为大不好听 就有了答 意思云子科大师兄的 道达之意 郭德纲对他的感情 与别的徒弟少有不同 在环境萧然里相依为命 哪里是广开门徒 所能比拟的 尽管知道这些年 他混迹社会 没再继续学向着 还是给了他大弟子的地位 云子科大师兄 云子科的大师哥 只要是我徒弟 德云社带云字的 他是头一个 甚至不遗余力的栽培 给他捧根过的 都是师叔级别的 还让他接替 岳云鹏孙岳的 二队队长之位 早期 严云达一边学习 一边登台表演 师傅多次带着他 在舞台上露脸 三年后 就在小剧场 给他开个人专场 因为严云达的业务和技巧 可能不尽人意 郭德纲为此亲自 向观众嘱托 并把所有的责任 揽在自己的身上 由于他十几年 没在我跟前了 也没人给他说 也没人管 基本功和技巧 可能稍稍 不是让大家这么满意 但原因 就是耽误我身上了 有什么不是 全是我的 一片爱吐之心 让人为之动容 足见 郭德纲对严云达的感情至深 用心良苦 接下来的几年中 也是处处捧着他 2012年 严云达举办个人专场 汇报演出时 郭德纲转发微博两次 指点出他的身份 严云达 我的开门大弟子 拿出你全部的能力 证明自己 记住 你是德云大师兄 2014年 不但回应了他表演风格的转变 更是流露了出 接班人的意思 因为严云达他回到德云社时 师弟们早已经上台很久了 甚至早已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这对于严云达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师兄来说 压力还是挺大的 他十几年没正经学过活 基本功差 舞台经验匮乏 在云子科所有土地中 他没有任何优势 后台的师兄弟们 各个年轻气盛 舞台上是游刃有余 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看得上 他这位大师兄 初等舞台的那段时间 他的表演也是中规中矩 观众对于这位 眉清目秀 思思文文的大师兄 并不买账 如果他只是想在德云社 混口饭吃 凭着师傅郭德纲 对他的偏爱 定可保住一席之地 但是从他当年一人独闯京城 到德云社后台 寻找师傅时 也充分彰显了 他想出人头地 加上看到师弟们 一个个风生水起的 他岂能不若有所思 如果没有点个人特色 很难出头 当他发现 说臭活昏活的段子 远比规规矩矩 说得更叫好 更受欢迎时 他孤注一掷 选择剑走偏锋 走上了无节操 无下线的猥琐风格 开始在舞台上 出口成脏 满嘴炉灰尖 静坐骚浪剑 开场经常先抖出一句话 某某房间 姑娘你先去吧 因此被人送外号 银铒子 不可否认的是 一切尽在预料之中 颜云达确实比以前红多了 他虽然在小剧场演出很火爆 但是也难登大雅之堂 遭到了一些人的口诛笔伐 网上还有文章表示 为什么颜云达口这么脏 郭德纲不管管吗 而郭德纲对于颜云达的相声风格 在微博中也表达出来 他将其表演风格称为 独特 剑走偏锋 颇堪咀嚼 善输者不择比 同时鼓励他要多加揣摩 方不负德云掌门之称号 这样的说法 在郭德纲之前的采访中 就可以明白 对于徒弟们的表演风格 无论怎么 只有先让观众认识了你 再慢慢往回收 毕竟作为艺人 要先吃饱饭 尽管有师傅的诸多偏爱 颜云达还是让郭德纲失望了 2018年 德云社越来越多的演员 开始崭露头角 颜云达虽然也拥有很多资源 但依旧止步不前 甚至在4月23号晚上 颜云达突发微博 宣布退出德云社 本人颜宗海 即日起退出德云社 该还的还 终究是自己名字写的顺手 没有说明任何原因 还归还了当年 拜师的物品和艺名 除此之外 颜云达还取关了众多师兄弟 并把微博简介 改成了前德云社成员 此消息一出 瞬间引出众多网友热议 因为在他宣布退出的上午 还在发了演出照 下午突然就公开说走 并更改了微博的各种认证 德云社官方也没有任何说明 只有郭德纲经纪人对此回应是 和平分手 如今过去两年多的时间 退出的颜云达 除了微博上 前德云社成员的认证 没有做出任何 诋毁德云社和郭德纲的举动 11年的时间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也拥有很多忠实粉丝 他的出走 也成为他很多粉丝的一难评 虽然有和平分手的回应 但至于他出走的真正原因 至今是迷 只能说人各有志吧 大家对这位曾经的大师兄走出 有何看法呢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他是郭德纲三位 登过春晚的徒弟中第一位 曾跟郭德纲平辈 但为了艺术选择自降辈分 加入德云社十年才正式拜师 相上评书快板都十分优秀 这个人就是李根 相上门是云子科的李云天 同时也是西河门的李景奇 这三个名字哪个拿出来 都是响当当的 今天德哥就和大家一起聊聊 他的故事 李根1986年出生在 曲艺之乡天津 因为耳辱目染的缘故 他从小就表现出 超高的曲艺天赋 曾经获得过天津少儿曲艺大赛 一等奖 天津是相声窝子呀 可想这个奖的含金量得多大 从小就能被天津观众认可 这样的孩子必然错不了 在普遍没学历的德云社 他算是个另类 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戏 正宗作科出身 根正苗红 在相声班上学时 李根遇上了他的第一个贵人 李立山 李立山与李根同为天津老乡 又是相声大专班任教老师 爱财心切的他就将天赋异禀的李根收入门下 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李立山是著名的军旅相声创作家 教育家 1988年央视春晚上 由他创作并表演的相声 巧立名目大获成功 一句领导冒号 更是让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牛群 一夜间火遍全国 同时啊 李立山还是我国第一个 出自相声界的文职将军 在相声界 李立山是跟郭德纲师傅侯耀文一个辈份 虽然很少露面 但在艺术上却是位不折不扣的隐士高人 李根的取义之路也算是顺风顺水 2005年 刚刚19岁的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 为郭东霖牛力的小品男子汉大丈夫贴板 小品开时有背景音 就是李云天在用主板上和牛力吵架 这应该算是德云社所有徒弟中最早的一位 从学校毕业的李根在高峰的介绍下加入了当时风头正盛的德云社 从此再次扎根 因为李立山的关系 他跟郭德纲算是同辈 所以外界对于他的加入有很多的流言 于是他就先败在郭德纲的西河门下 有了一名 李景奇 之后的几年中 他一直用本名李根在德云社演出 郭德纲在当时的很多作品中都杂贯他为美国总统代言人 给他扬名 令人印象深刻 直到2012年 出于对个人未来的发展考虑 李根在得到李立山的同意下 决定跳门到郭德纲门下 取一名 李云天 有一搏云天之意 2015年 正式败师 入了德云社相声家谱 听过他相声的都知道 李云天基本功扎实且全才 评书 快板 主板书 数来宝 绕口令 样样俱佳 台风大方稳重 外形斯文帅气 在演报菜名 地理图等传统活时 依然能够加入了大量自己创作的包袱 并且气口准确 一字一句清晰入耳 让观众听得很舒服 扎实的基本功与稳健的舞台风 都让李云天 多了一种老艺术家的感觉 言谈举止之间的一扬顿挫 也能将功夫展现得酣畅 德哥对他的快板板粉红色的回忆 可是记忆犹新 十八丑绕口令 这个让很多相声演员望而却步的段子 却几乎成为了他表演里的必备曲目 并且口齿清晰 感情丰富 喜欢他的观众可以发现 李云天对相声是真痴迷 尽管有着十几年的基本功 不但台上努力 平时的日常生活 也离不开相声和平书快板 无论是在家还是出门 都能利用上 不但自己时时刻刻练习着 甚至抱着孩子在家里 也是练完了灌口练快板 让小小年纪的醒子 也会时而开心 时而无奈 唯一的好处就是 以后此成副业 基本功扎实 哎 您别说 小醒子的快板 唱得真的是有板有眼 虎腹无犬子 你在干嘛 啊 你在干嘛 不得不说李云天的创作能力 也是极佳的 疫情在家不能出门的时候 他不但去做了志愿者 自编自创了快板防疫 打主板 当笑开言 我先给大家拜个年 可是这个年 从一般 新型病毒在蔓延 哎 不过您也别害怕 做好了防护乐安然 嫌少出门 别心烦 口罩必须得五言 多吃蔬菜 咱们尝锻炼 对野生动物存善念 他的相声风格 跟总教习高峰的路子很类似 算是德云社中少数的 文根相声演员 在充满伦理梗 甚至屎尿屁的相声舞台上 也能让人眼前一亮 即便是文根和灌口 也按文活无始的路子演 包袱一抖出来就带着脆劲 郭德纲都评价他是无公害的 给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云自科的叫李云天 这个快板评书相声都很好 而且最大特点 这个孩子是一个无公害的 无添加的 这个人特别的干净 心态很好 在刚进德云社的时候 和少侯爷侯镇搭档 两人也留下了不少的经典段子 但是后来侯爷不说相声了 当司机和主持人去了 他就和有着德云社绝户篷之称的 史爱东搭档 在相互磨练后 也是越来越好 史爱东嘴笋 不饶人 不吃亏 岳云鹏啊 就是史爱东 生生给挤兑出来的一个角 但是到了李云天 这里就不一样了 史爱东常常处于劣势 被李云天完全占据主导位置 人气虽然没有达到爆红的地步 但也是佼佼者中的艺人 如果说郭德纲说书向朋友聊天 并挖坑 旺壮说书向科普 春节说书向老师上课 那哥哥说书像是远景重现 实在是动作太多 表情丰富 一回头就起身 来一个亮相 尤其是小辫传奇 二奶奶们的最爱 也是妥妥的忠实小迷递一枚 当天晚上老两口做了个梦 姥姥这个梦做得好啊 这个梦非常的有意思 姥姥梦见什么了 蓝色天空险 玉珍在绣前空带 花梅梅在唱王二姐思 五家坡上传来了阵阵的歌声 讨厌那街上街 讨厌那折磨那天 来几位的那个明儿宫 喜听我来呀 私底下的李云天也是特别的可爱 郭德纲说过 有一回他在基地说着说着话 站起来了 结果一下磕铁门上 拉了一道大口子 谁知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捂着脑袋背爆菜名 一边背还一边说 行行行 我还没啥 我还没啥 还有2012年底 当时盛传 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 我记得李云天人来信 德纲社有一个演员叫李云天 小名叫李云天 这是我的弟子 天津人 很可爱的一个孩子 性格单纯 他曾经问过高峰老师 高老师 12月21号你请假回天津吗 高老师说我不请假 你死北京 全面型人才 李云天的未来 必然是一片坦途 本期关于根哥 李云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每周五是德云社 公布下周节目单的日子 虽然可能抢不到票 或是没时间去小剧场 但是很多粉丝 依然喜欢守候 这个时刻的来临 因为这里面的快乐 一点都不少 到处都是隐藏的彩蛋 比如演员混搭 或是哪个神秘演员要空降 这波最近最受热议的 当属失踪人口 宁云翔的回归 上周大家就发现 他的名字出现在了节目单中 没想到时隔七年 竟然真的等到了他 看名字就能知道 是云子科的 或许有人要问了 他是谁 为什么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今天德哥 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十三太保之一 宁云翔的故事 对于云子科的徒弟们 老粉应该都比较了解 除了陪伴老郭 经历艰辛和不义的儿徒 其他的 就是因为祖辈父辈的关系 而收下的弟子 宁云翔就是后者 正儿八经的相声世家 母亲张德燕 师从相声名家 是德云社少有的女相声演员 如今负责剧场幕后工作 老爷张文顺 是德云社创始人之一 当年张老爷子去世前 将他托付给了郭德纲 无论是对张德燕 还是宁云翔 郭德纲都十分照顾 张德燕不登台演出后 便被安排在德云社负责管理工作 宁云翔更是被空降云子哥 09年 正是百知成为郭德纲第二批弟子 德燕姐经常不爱出镜 因为这人比较低调 她是德云社为数不多的女相声演员 她刚才走 有一大高个叫谢金 那是她亲世叔 她是李文山先生的弟子 张文顺先生的独女 旁边站着一小孩 是我的徒弟 叫宁云翔 宁云翔当年是她老爷带过来的 那会儿张文顺先生身体已经不行了 说话也不利了 因为她后来食道癌切除之后都有问题 带着孩子来找我 那会儿说话就很吃力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要管他 长者赐不可辞 由于我和张先生这份交情 所以就把宁云翔留下 并且与张云雷 张赫伦 孟克堂组成德云四公子 郭德纲有意力捧他们 于是在录制节目的时候都带着他 并且有意无意的为他提升名气 按照郭德纲对张文顺的感情 以及他自身的外在条件 好好地磨练相声基本功 宁云翔的名字肯定早已响彻相声圈 欲带皇冠必成其重 有老爷的关系在 宁云翔要在相声这条路上走出个名堂 比其他人要难得多 他本身对相声肯定是喜欢的 但是没有爱到骨子里 最重要的是 他从小就家境不错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日子 很难像当初的岳云鹏等人那样拼命地学习相声 另外他自身性格比较腼腆 导致了在舞台上过于放不开 有记得呀 岳云鹏的大徒弟刘晓婷 当初也是同样的情况 性格内向在舞台上十分放不开 虽然在传习社的时候成绩非常优秀 但是到了舞台上远不如其他人 后来突然开窍了 通俗的话来说变得不要脸了 说起相声就像是撒了江的马 要是让他捧根 整个七队都能让他团灭了 当初的宁云翔就是一直没有撒得开 为了让他找到表演的最好状态 斗梗 捧根都去尝试了 斗梗还算中规中矩 没有多出色 也没有出错 但只要一捧根 腼腆的个性 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说在2011年 在张一元的大换血专场中 他为老先生邓德勇捧根时 场面就非常尴尬 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捧 什么时候抖包袱 为了能让他放得开 甚至还让和母亲张德燕一起搭档演出 当年张文顺不惜自掏腰包 帮助德云社 甚至利用自己的所有关系 为郭德纲找出路 两人亦师亦友 携手走过最艰难的日子 终于迎来了花团紧促的生活 张老爷子却没有时间去享受 郭德纲就将一切的恩情 放到了宁云祥的身上 对他不计回报的力棚 郭德纲的创始人之一 我们的相声前辈张文顺先生 我们明儿俩算是风雨通舟 一起走过很多困苦的岁月 今天私人已逝 但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 张文顺先生由于这个石到这切除了 对切除 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也不能平卧 就靠在那儿 有时候还要写点东西聊点天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段岁月 他等于只能靠写和打手势吧 来跟我们交流 我爸在最后的时候 还一直非常关心德纲社 离去是没有几天的时候 写了一个 大家有团结 对 大家团结在 以德纲大会为首的那个德纲社 然后向了一个近跨 现在在我们德纲社的后台 对张先生对我们的叫诲 其实我是特别感谢张文顺先生 德纲社创始之初那会儿也不挣钱 而且来说很多的坎坷 是老头跟着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后来德纲社好了 但是很遗憾 他离开了我们 这个 现在好在 牛云祥继承了先生的一致 也在学相声 因为他是张家后人中 唯一一个说相声的 郭德纲就希望呀 把他培养成张文顺希望的相声名家 就对他的要求很严格的 本来相声就是吃苦的行当 郭德纲的严格要求 加上自己缺乏自信心 他的志向也并不在相声舞台 你觉得你学艺的过程当中 老爷有没有给你什么影响作用 其实我从小都没有想到能说相 想起老爷来还难过 可能别人不会理解到这份感情 于是在老爷张文顺去世几年后 便慢慢地淡出了德纲社 开始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七年间再也没有在舞台上见过他 不过他之所以退出 是因为自己不够喜欢这个行业 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 他和郭德纲依旧是异父子的关系 之后几年他的小日子 也过得是十分滋润 时常在微博上晒着日常秀恩爱 不过结婚的时候 因为郭德纲没有任何行动 而被一些人说成人走茶凉 但是2016年 德云社家谱公开的时候 两年没登台的他 依旧位列云子科 宁云祥既然选择退出舞台 肯定想着过安静的生活 郭德纲私下的祝福 肯定少不了 不至于为了让别人看到 而大张旗鼓 这一次宁云祥的名字 分别出现了 22号和26号节目单上 虽然当年他没有大红 但是多年的相声生涯 也吸引了部分粉丝 他回归的消息传出后 也有人喊起了 爷清回的口号 他将和师弟季九霄组成搭档 在青年队进行演出 这一下又引起了一波纷争 青年队并不是正式演出队伍 而是用来锻炼检验学员 基本功的地方 只有杨和通等人觉得 学员在青年队演得不错 只有通过了考验 才能进入八个正式队伍中 成为一名正工资的 德云社正式相声演员 时隔多年 曾经并肩起名四公子成员 张云雷 孟赫堂 张和伦等人 已经红透了半边天 甚至直逼娱乐圈一线明星的趋势 32岁的宁云祥 则成了一位从零开始的学员 所以对于这样的安排 有人就开始猜测了 郭德纲此举究竟是何用意 其实在德哥看来 这就是他考虑长远的用意所在 宁云祥已经阔别舞台多年 对于观众也陌生了 让他从青年队开始 才是最好的安排 没有人气就没有粉丝 从基础开始积攒人气 没活谁敢硬上功啊 郭德纲也没法给他保证 用成绩证明自己吧 而不是直接一步登天 这样观众才好接受他 另外这两场的节目 对春联和夸住宅 都是难度不大的基础节目 从而快点找到舞台的感觉 他能回归 更开心的应该是郭德纲吧 这一幕肯定也是张先生 最想看到的 虽说不知道宁云祥 重回德云社的契机是什么 但若能再次看到 德云寺公子合体 不失为一件幸事 期待着他们再次同框的时候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